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场附近 这样呢 我儿子就贡献了三万的转酒店 其实虚了不少钱 都多谢我的年轻 有人说 哎呀 给你买温情 其实不是 有什么要说 好不好 我都会说 和我儿子谋痛 我又说 和我妈都说 为什麽呢 我当网上很多网友是我的朋友一样 我想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什麽人 负面的我说 好的我又说 这个就是大匪 希望真真正正的反映了我的一面 我不想到时大匪 我支持你 原来你好像 好像蕭若元 好像刘世良 好像谁 谁 谁 我不想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好人 但是好人是不是有好报 一个是真正做的人又怎样 一人一票又怎样 一些好政客 好领袖 究竟有没有好报 巴西特朗普 阿尔索纳罗 在2018年以一匹黑马高票当选 当年竞选的时候 如暗杀四次和各种恐吓 阿尔索纳罗没有退却 没有后退过 当选之后拒绝了各邦各派的要求入国 得罪所有的政客黑帮 他让军人入国三分一 其他国员由各航 航专家 专家组别去组成 巴西历来的黑帮与政客把控 每个政客背后都有帮派 贩毒 贪污 腐败 猖绝 民众痛苦不堪 阿尔索纳罗 军人去惩治黑帮和毒贩 效果非常显著 但动了各派黑帮和毒贩 也就动了政客他们的利益 和从政的资本 这位仁兄面对政客和媒体的疯狂攻击抹黑暗杀 最后国会要弹势他 要将他提前搞下台 更加发誓要将他送入监狱 阿尔索纳罗没有吓到 宣布25岁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合法涌枪 当对枪劫的时候打死劫匪是不用负法律的责任 面对弹劾的时候 阿尔索纳罗号召支持者持枪上街去国会 吓得国会不敢弹劾 最后不了了之 他19年正式上台 刚刚碰到的就是新冠肺炎病毒 他坚决反对打疫苗 他自己带头没有打疫苗 认为新冠就是一个阴谋 在联合国退出世卫组织 谴责美国民主党选票度选 支持特朗普 在新冠流行的时候 全球经济萧条 巴西反而有增长 而最重要的就是巴西的币值没有贬值到 通货膨胀在现在全球过十 他只有六个百分 黑邦独犯被军队惩治之后 再加上白相涌枪 治安大为改善了 营商环境变好了 经济增长飞速 所有人都安居乐业 阿尔索纳罗曾经重军十一年 当选总统之后 内阁团队高效率不贪污 特别是利用军人组国 对黑邦独犯无情的打击 令到民众对军队充分的信任 所以这一次游行 民众在各州军部门前的大型集会 要求军队審计这一次大选 逮捕选举的法官 逮捕罗拉这个罪犯 令到他重回监狱完成应期 就是以上巴西很多的报章 在转转着这一段这样的文章 因为阿尔博纳罗他输了 这一次的巴西大选 他号称的就是巴西特朗普 他的强硬路线令到巴西得以改善 新冠疫情 他不相信疫苗 但是他也开放了 他用了五万个巴西人民 去帮科兴 国药疫苗做第三期 临床实验 到最后临床实验完成了 效果并不如理想的时候 阿尔博纳罗他直接 这样否定了这个所谓的国药和科兴疫苗 未选之前他就已经告诉大家 如果他拿不到60%的选票 他就觉得这一次就是一个叫做舞弊事件 因为所做的东西 跟当日特朗普和拜登遇到的东西是完全一样 结果民调罗拉是大胜他 但是选票到最后只不过是 险性0.2个百分点 是两百万张选票 但是有六百万张废票 究竟不能够真真正正去再重新点票 点一次 军人会不会真的插手去监管这次点票 现在巴西开始有这个言论 而阿尔博纳罗也公开说了 就是说他不承认落败 但是他将政权交给罗拉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就是说他觉得他没有输 但是不想巴西分裂 他愿意交出他的政权 现在军人会不会干净 就看一下事后的发展 好人是不是一定有好步 一个尽心尽力的人 滴不滴得过贪污腐败 一人一票 如果你的社会根本上未成熟 是不是又是等于零 这些就是所有人要想的 很多极权的国家 有些封闭的角度 他们经常说我们得到人民授权 甚至举行一些选举 但是选举举规则由他们定 接着他们就可以无视 喊喊大声 其实我们都是民主 我们是由选票出来的 但是他的选票怎么得来 好像这一次中期选举还有几天 民主党的买票行动究竟又有几大 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